網紅勾二揭發 連千億NFT內幕在網路上發笑 連千億氣得在直播上大嗆勾二 甚至跑到新北地檢提告 只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連網紅鳳梨也參戰 網紅勾強不但引發網友討論 因為他們都有幫派背景 後續扯出道上兄弟嗆瞎 大哥調停等 全台警察 警聽風向 新北市管連千億 桃園市跟勾二聯繫 台中市則負責連千億大哥卸育拳 還有地方角頭 新北市警方低調約至連千億 假設真的敢跟勾二見面 有人鬧事一定辦你 連千億也承諾不會出現 網紅勾二預告會如期復約 在某個地方開直播 桃園警方掌握情資 就在桃園體育場 不過連千億不會到 還沒到5號晚上6點的約定時間 下去警方一早就到現場場刊 傍晚5點準備上港 部署超過20名警力 警方初步掌握 勾二確實會現身 但不會下車 網紅們網路上互嗆 他們流量賺飽飽 不過卻引起輿論 跟民眾恐慌 害得警察疲於奔命 更是浪費社會資源 進行文書書 陳志豐 請問我 臨時要牠們 與人的整備 身分震論 而且 吸氣 104 1 11 1 1 9